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还是山 是佛教禅宗提出的人生三重境界 你好呀 我是金金 初看见山是山 成带乐书画创作展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主视觉作品 书写的是老庄道家思想 红色光滑的巨幅法郎瓷板上 用黑色诱料书写 《老子道德经》第一二章的《狂草》 给人以凝重的视觉冲击 细看提案 运笔的轻重缓击 时间延续性的呈现 与墨枝在宣纸上的书写效果迥然不同 在码的视觉冲击 记得既白当黑 内容却让人一头无水 原来这是用处字写的 装子养生主 有时见到围绕时下流行词汇 社会现象的真边实壁 不禁让人感慨 见山不是山 此次展览临近尾声 未来不知何时再见 也许将来有一天 我们也能 见山还是山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未来影片值得您期待 欢迎订阅金晶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影片更新了 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支持未来拍摄更多 左倾右术的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